第201章你们谁是莫义 莫蒙占据着外院的一片宽敞的平地 里面也是有着一些房屋建筑 建筑不多但也是十分的华丽 莫蒙的前两号人物 莫昌和莫义两人在22三年纪 达到了天舞八重和九重 显然已经天才到了天下第一的地步 此时在莫蒙内 除了莫蒙的30多名弟子迎接两人之外 还有着不少势力前来道贺 而这些势力除了外院排名20多以后的势力前来讨好之外 还有着排名第19的杨蒙盟主欧阳天 以及杨蒙的三号人物欧阳号 虽说杨蒙的人是前来道贺 但实际上双方都心知肚明 他们是前来查探虚实的 毕竟杨蒙排在莫蒙前一名 略有压莫蒙一头的气势 而如果莫义突破到了天舞九重 成为三星弟子 那便是有反压阳蒙的势力 毕竟欧阳天也仅仅是半只脚踏入了天舞九重而已 还未真正突破到天舞九重 成为三星弟子 在天才当中 差一个修为 实力也便是被拉了开来 想要在同等天才中跨街 根本就不容易 恭喜莫义兄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三星弟子 欧阳天望着傲然走回莫蒙的莫昌和莫义 皮笑肉不笑地率先打了招呼 侥幸突破而已 没想到今天连杨蒙的人都不请自来了 当真是难得啊 莫义脸带嘲讽的看向欧阳天说道 平日里莫蒙与杨蒙本就不合 他的实力略逊色于欧阳天一筹 如今抢在欧阳天前头 让他狠狠地出了心中的一口恶气 过不了多久 莫蒙和杨蒙的势力排名 恐怕要变一变了 文言 欧阳天的面色微微冷了下来 莫义的话 显然是没给他杨蒙多少面子 哼 莫义 就算你突破了天舞九重 也休想对我杨蒙如何 欧阳浩眼中闪过一道冷光 心中冷哼道 知道莫义兄突破 我们便迫不及待地想来看看 我想莫蒙应该不会小气到 不让人进入吧 欧阳天带着不懈的语气回应道 那是自然 莫义嘴角掀起了一抹讽刺的弧度 然后便没有再关注欧阳天 而是将目光看向了旁边的两人 开口道 陈兄 陆兄 你们的实力 想必也精进不少了吧 站在欧阳天部远处的两人 便是陈维和路红 两人所创的势力 皆是排在莫蒙后方 平日里与莫蒙和阳蒙也算是井水不犯河水 哪有莫义兄快 恭喜莫义兄了 没错 莫义兄的天父 远胜于我等 我们想要成为三星弟子 恐怕还要等一段时间了 陈维和路红接连陪笑说道 莫义淡淡的笑了笑 虽然不在乎这些虚夸 但把这些实力相近的人员甩一头的感觉 还是十分的舒畅 不过 在看到莫玄等莫蒙一干人群一副愁眉苦脸的时候 他的神色微微变了下来 目光在人群中扫了扫 皱眉问道 如果不出所料 九皇子已经到了吧 人呢 莫九霄前来圣元学院的消息 早在他进入雷气塔闭关之前便知晓 虽说他现在是莫蒙的老大 但他始终明白 莫蒙的背后人物 十三皇子莫九天 有他做震慑 外院前头的一些势力才没找他们莫蒙的麻烦 若是九皇子前来 莫蒙领头人的位置 便是会转接给九皇子 三个月后的历练 他已是做好成为内院弟子的准备 莫玄苦着脸 微微低起了头道 大哥说 莫义神色微微冷了下来 莫九霄是莫九天的同父同母亲弟弟 而莫九霄的天父 不在莫九天之下 可以说是莫与帝国崛起的一个希望之一 若是有什么闪失 恐怕整个莫与帝国皇室都有些承受不起 他也无法向莫九天交代 三皇子 连有来圣元学院 他的圣牌 出现在了一名蓝蓝帝国的少年手中 莫玄微微低头 有些难堪的回答道 是 一股冰冷的气息从莫义身上散发而来 整个场面 顿时安静了下来 在场的众人 都感受到了那股冰冷之意 各个都神色精正的望着莫义 他们不明白三皇子代表着什么 但从其脸上便可明白 此人对于莫蒙来讲 定然是十分的重要 要说听到这个消息心底兴奋的 那便是杨蒙的人了 欧阳天和欧阳浩目光泛起了一抹不可见的精彩 你不是很嚣张吗 现在终于知道有人莫蒙扫面子了吧 问出什么了吗 顿了一会儿 莫义阴沉嘴角 吐了一句 莫玄脸上露出了一抹尴尬的神色 回答道 大哥 我 我被他打败了 什么 莫义目光一明 身上的气息又冰冷了几分 旁边的莫昌性格寡言 自始至终虽然一脸的沉默 但脸上也是冷了下来 九皇子的身份 即便是他也不能置之度外 他在什么位置 顿了顿 莫义沉着声音问道 在龙虎山 莫玄回答道 所有人 跟我走 一抹冰冷的沙意泥漫而出 莫义转身 大步踏出 莫蒙的众人也是纷纷跟着提起了神来 前来捧场及打探的众人皆是愣了愣 莫蒙本来兴奋的场景 已是变成了这幅模样 欧阳天和欧阳号对视了一眼 眼中闪过一道窃喜 你们不用去了 正当众人正要踏出脚步的时候 一道清响的声音 远远传了过来 声音不大 却想遍整个莫蒙区域 所有人都尽清除除把话听入耳中 而紧接着一道道密密麻麻的身影 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当中 走在最前方的是十数来人的队伍 在其后方则是跟着一群散乱的人群 这些人群都有数百人 各个都是幸灾乐祸的神情 有些还在相互询问 显然是刚随着人群走过来的 而在最前方气势十足的十数人人群中 走在最中间 开口说话之人 仅是十六七年纪的少年 就是他 是他拿了九皇子的圣牌 莫蒙人群中 莫非伸手指着林霄恼怒的说道 他可是清晰的记得 林霄刚来的第一天 就是将他撵着进来的 第202章震慑 此时 见得眼前的场景 在场的众人皆是纷纷错愣 脸上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色 莫义正要带人出去 还没找上门去 这少年便先带着人群气势汹汹地前来找莫蒙的麻烦了 虽然他们不知道这对人马是凭什么自信来的 不过见得莫义的脸上变成了朱干涩就知道 其心底有多么的愤怒 林霄 正要去找你 没想到你竟然还敢来我莫蒙的地盘 乔得林霄众人大摇大摆地走来 莫玄恼怒无比地喝道 林霄淡淡地笑了笑 没有说话 带着人群走到了莫蒙时树丈的地方 方才淡淡地开口道 你们 谁是莫义 莫玄废都差点气炸了 林霄 竟然直接把他忽视了 众人皆是一幅错愣 这少年一上来 就直接找刚刚进入三星弟子的莫义 这话语 显然是没给莫义一点颜面啊 他不过天舞七重修为而已 不知道凭什么敢跟莫义这么说话 他是不是觉得打败了莫玄 就可以横扫整个莫蒙了 那也太天真了吧 莫义的实力本就远胜莫玄 如今踏入天舞九重 实力更加精进 两人明显不在一个级别 三星弟子可不是那么简单的 这家伙 只是自讨苦吃罢了 站在莫蒙这一方的众人窃窃私语的声音响了起来 虽说这少年带人前来数落莫蒙的面子 很是霸气 不过最终的结果却是不得而知 而跟着林霄一干人马前来的人群 反应却是不同 不少人看到莫义的表情时都露出了幸灾乐祸的神色 听说莫义成为了三星弟子 看样子正准备庆功呢 却遭来这样的鄙视 这场面可真是精彩啊 这林霄可真是人才啊 揍了莫玄 如今直接又打上莫蒙 不管结果如何 这可都是让莫蒙大损颜面了 你懂个什么 不打上门来同样要被莫义打上门去 结果都一样 倒不如轰轰烈烈一把 反正也不能下杀手 人家又不是傻子 没事找抽啊 另一边没有掩饰的声音阵阵传入莫义的耳中 让得她的脸色 已经沉到了极点 目光忍不住狠狠地弯着林霄 语气极其冰冷地说道 你是在跟我说话 你是莫义 林霄不答淡然反问道 你拿了九皇子的圣牌 告诉我 当时发生了什么 九皇子 现在身在何处 莫义双目阴沉如冰 身上冰冷的沙翼笼罩向了林霄 天舞九重的威势 尽显无疑 若是普通的天舞七重舞者 在莫义的威势下行动都会极为的困难 然而林霄却依然能够淡定自若 我说是他送给我的 你信吗 林霄淡淡地笑道 早在来之前 便知道莫义会问这样的问题 他与莫蒙的矛盾 本就出自九皇子莫九霄 诗 在林霄的话一出后 围观的众人纷纷感到了一股冰冷 显然莫义已是愤怒到了极点 就要出手了 哼 他竟然敢挑衅莫义 他还以为自己是谁呢 后方在人群中 低调藏在人群的霸虎低骂了起来 眼中带着幸灾乐祸和愤怒的光芒 在他们离开龙虎山之后 又听到林霄代人打上莫蒙的动静 又跟着赶了过来 不过毕竟是再度被人赶下龙虎山 也不敢过多张扬 只能低调地藏在人群中 如今见得林霄代人攻上莫蒙 得罪莫义 恨不得林霄被莫义一掌拍死 说不准啊 旁边的王龙却摇了摇头 林友多说 到了现在也还没跟龙虎门的众人解释 他曾经败在林霄手中的情形 场中 莫义已是愤怒到了极点 身上的气息 在不断攀升 目光死死地盯着林霄 很好 你不说 我会让你求着我说 说吧 莫义身形一动 整个人犹如闪电一般冲出 眨眼冲向了林霄 他那强横的一掌向林霄拍出 无匹的波动 自他掌心上弥漫了出来 虚空仿佛会被拍碎了一般 发出了一阵破空之响 可怕无比的掌力 狠狠的荡向林霄 林霄早有准备 不慌不忙 酝酿实俗的一拳狠狠击出 硬抗向了墨翼的肉掌上 真是不自量力 见得林霄要硬抗墨翼的攻击 众人不禁发出了鄙夷之声 而在众人认为林霄要被震飞之时 一拳一掌已是轰在了一起 扑 一声震响 狂暴的波动 从两人的拳掌肩喷发而出 一道身影 吐得倒射了出去 轰倒在了地面 激起了一阵尘土 这一刹那 皆是瞠目结舌 大跌眼球 因为 倒飞出去的人 并不是天舞七重的林霄 而是墨翼 这怎么可能 墨璇等莫蒙的众人皆是傻眼了 凭他们怎么想都想不通 刚刚突破成为三星弟子的墨翼 怎么可能一招就被林霄轰飞了 他怎么可能这么强 围观的众人满脑子的错愣 都有些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 天门的人群 也是纷纷愣然 在来之前 他们已经把林霄想象得很强大了 可也没想到 会强大到一个照面就把墨翼轰飞 欧阳天欧阳号以及另两个势力的首领脸上也露出了惊弄不已的神色 这完全出乎了他们的预料 这这这 这怎么可能 人群中大虎精的下巴都快要掉落余地 刚刚还在比喻林霄 而下一刻站在原地的 还是林霄被轰飞倒地的 却是墨翼 即便是墨翼没有出全力 也不至于被林霄一拳轰飞吧 全场众人的神色都保持了一致 惊愣得久久回不过神来 即便是墨翼自己 也是一副满脸的难以置信之色 不是他施展的第一击太弱 而是从林霄刚才那一拳的力量 实在太强大了 让他都无法控制 而事实上 刚才那一击怎么达到这样的震慑效果 只有他心底最清楚 刚才那一击 他可是加持了最强的三品终极灵力 他的灵力可以跨街站 等同于一般灵控师的三品高级灵力 换作原力修为 便是天舞九重 外加他强横的天舞七重原力 略墨翼再强大 也只有被震退的份 而只是被轰飞 没有受创 可想墨翼在天舞九重当中 实力也是十分的强横了 墨蒙的首领 也不过如此啊 在安静当中 林霄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弧度 淡淡的笑道 今日打上墨蒙 他就没打算一招招的来试探 要的 就是强有力的震慑 第203章你把九皇子杀了 哼 投机取巧得逞而已 下一次 你不会那么幸运 墨翼双掌一拍地面 整个人腾空翻起 一把雪亮的长剑 从储物界中取出 陡然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他双手举剑 身上气势猛然大涨 一下子飙升树被布置 一道深悬色的光芒 在他丹田中绽放 一道光竹虚影 在其背后浮现 恐怖无比的波动 自他身上浩荡了出来 与此同时 夺目璀璨的光芒 自长剑上激发了出来 震慑人心的气息 肆虐八方 墨翼被激怒了 玄阶高级意向和最强绝杀都施展出来了 这力量比刚才都墙上数倍不止 恐怕五王都能够硬抗拔 那林霄要倒霉了 众人议论的声音 纷纷响了起来 而围观在林霄后方的人群 也同时向两方略推而去 在天门的弟子脸上皆是露出了担忧之色 因为墨翼表现出来的实力 实在太强大了 那就拿你试试大天青龙斩 林霄心底暗吐一声 从处物界取出一把长剑 双手持剑向天 丹田内汹涌澎湃的原力开始沸腾起来 不断涌入手臂当中 滚滚向长剑灌注 璀璨的清光在长剑上绽放了出来 去死吧 惊天灭 对面 墨翼大喝一声 一剑挥披而下 一道无匹的巨大剑芒当空倾倒而出 璀璨的光芒照亮了整片天地 刺耳的惊天意笑骤然响起 吼 在林霄一剑立劈而下之时 一道响亮的龙吟爆发了出来 一道璀璨的青色剑芒激发而出 凝聚成一道巨大的青色龙形 向前方凶猛狂腾而去 青龙剑芒仿若实质化了一般 夺目的光芒所有人双目都快睁不开来 恐怖无比的压力犹如一条太古真龙横空 令天地都要站立颤抖起来 轰隆隆 在青龙剑芒与巨大剑芒碰撞在一起之后 爆发出了一阵真耳欲聋的声音 恐怖的碰撞力量令整片空间都要坍塌了一般 为坚持多少时间 默毅的剑芒崩溃而去 璀璨的青光龙影从滚滚的波动中冲出 轰在了默毅的身上 扑 一大口鲜血吐出 默毅的身体导射了出去 什么 在这一刹那 默蒙的所有人都僵在了那里 他们怎么都无法相信眼前的事实 默毅施展出玄阶高级意向和最强手段 竟然都不是林霄的对手 而且 林霄的招式 让他们彻底吃惊 他竟然这么强大了 天门的弟子则是张大了嘴巴 本来只是觉得林霄能够打败默玄 所创立的势力能够在学院排上号立足 就足够了 没想到竟然直接把势力排名第二十的默蒙领头都打败了 而且 不是取巧 而是以真正的实力 林霄方才的那一击 实在太强大了 默毅败了 彻彻底底败在了林霄的手中 要他们怎么都没想到 林霄的真实实力 竟然恐怖到了这重地步 怎么可能 他怎么可能这么强大 人群中 大狐脸上挂着难以置信的神色 一下子都有些回不过神来 无法接受眼前的事实 否则 我怎么可能向他示弱 旁边 王蒙惊叹道 他的脸上 不由自主递出了一抹冷汗 之前与林霄一战 林霄施展出的神色异象 已经让他很吃惊 没想到对自己出手 林霄还没有出权力 若是当时林霄施展出这一击 恐怕自己都要躺一月半月 大哥 你怎么知道 文言 大虎一愣 不解的问道 因为 我败过他手中 王蒙这时也不隐瞒的回答道 什么 大虎惊傻了 此时 全场之人 无不呆滞 林霄给他们带来的震撼 太大了 一招 仅仅是一招 便将三星弟子末一击败 也就是说 林霄从此以后便拥有了三星弟子的实力 外院势力排名 恐怕都要动一动了 大天青龙斩 被鸡飞在地末一满嘴鲜血 脸上露着震惊和无比愤怒的神色 瞳孔猙獰的盯着林霄 声音无比阴沉地道 你 你杀了九皇子 大天青龙斩 是末九天的成名武技 必接终极武技 明镇圣元学院 在末语帝国 他只听说过两个人修炼大天青龙斩 除了末九天 那便是其亲帝九皇子 这种不适的独门武技 无论如何 九皇子都不可能交给他人 再加上九皇子前来圣元学院 九位出现 极有可能是林霄把九皇子杀了 从其手中夺得大天青龙斩 即便 他不相信林霄能够摆平一个武王强者的保护 本以为林霄会海口 不料林霄却浅浅一笑 望着末一淡淡地开口道 你要是这么想 就这么认为吧 扑 一口鲜血 再次从末一口中吐出 九皇子 是末与帝国屈指可数的超级天才 也是皇室势力重要培养人物 还是末九天的亲弟弟 以末九天的能耐 即便是在内院当中 也是闯下赫赫威名 没想到末九天的弟弟就这么被杀了 而且凶手还说的这么风轻云淡 恐怕他都不知道这会引起什么后果吧 末九天发起怒来 恐怕整个内院都会震上一震 其他人也是纷纷惊住了 末九天的威名 他们自然听说过 那个曾经占据了外院第一人之名的风云人物 天门的弟子也皆是一脸的惊愣 直接把圣元学院的风云人物弟弟给杀了 他们的老大是不是太疯狂了一些 以后 恐怕他们都会遭到连累吧 不过 到了这个地步 似乎他们也无法再退出了 给我上 莫一眼中露出无尽的杀意 死死地盯着林霄 口中大喊道 闻言 莫蒙的众人有些犹豫的望着莫昌和莫玄 两人对视了一眼后 前者大喝一声道 杀 说着 莫昌身上天舞八重气息散发 手持长剑 无匹的剑气绽放了出来 整个人大步一跨 向前冲出 把他们 全部轰出莫蒙 莫玄当即跟着莫昌的脚步 向林霄冲出 论实力 他们每一个都不是林霄的对手 但他就不信 莫蒙的庶民高手联手 还对付不了林霄 在两人出手之后 莫蒙的三十庶民弟子 纷纷向前冲出 一股股强横的气息 向前汹涌而出 林霄回头望了望正捏紧拳头 正准备动手的十庶民天门弟子 淡淡的开口道 我一个人来吧 第204章独挑莫蒙 我一个人来吧 听得林霄的话 围观的众人脸上都不由抽搐了一下 即便林霄再强大 也不能一个打三十多个吧 里面还有莫玄莫昌这样的高手呢 天重六七重的强者也不少 莫蒙众人弟子也不由打了一个猎牵 这也太嚣张了吧 他们可是三十多人呢 林霄竟然要一个人阴会他们 哼 看你怎么对付我们 给我杀 莫玄勃然大怒 大喝一声 手中的长剑赫然舞动 一道夺目璀璨的光芒激发而出 耀眼的剑芒荡起一股恐怖的波动 向前腾冲袭出 旁边的莫昌也施展出了更加强大的一击 恐怖的力量当空激荡而出 与莫玄的力量齐头并进 与此同时其他弟子也纷纷出手 一道道强横的力量接连激发而出 齐齐向林霄所在的方向袭击 来吧 林霄双手持剑 体内汹涌澎湃的力量 在丹田内凝聚到了最强状态 一道浅地色光芒 自他的丹田上绽放而出 一道血色的巨龙虚影 自他的背后浮现了出来 后 一道响亮的龙吟爆发而出 仿佛来自洪荒般的万卜气息沧桑浩荡了出来 一股傲视万卜的无敌威压自血龙虚影上席卷而出 向四面八方的众人笼罩而去 在这一刹那 在场的所有人心头忍不住狠狠颤立了一下 仿佛遇到了洪荒太古的可怕真龙一般 心神不由自主地站立 忍不住要膜拜扶跪下去 与此同时 灵霄运转至极的一剑当空批出 一道明亮夺目的青色光芒 在长剑上激发而出 跨而一道青龙剑芒 向血斩而出 后 青龙剑芒与血龙异象结合在一起 龙影响彻天地 蕴含着毁灭天地般力量的剑芒 与前方莫蒙众人施展出的攻击队撞在了一起 轰猛龙 震耳欲龙的声音爆发而出 青龙剑芒势不可阻挡 崩毁了数十人的联合攻击 轰斩在地面 激起了浩瀚如海般的气浪 将莫蒙的三十数人 全部掀翻了出去 滚滚提波动和弥漫的灰尘 向四面八方席卷 一招 仅仅是一招 莫蒙全部强者 被轰得人仰马翻 惨败 在被震翻出去的莫悬莫昌等人脸上 皆是露出了惊骇的神色 他们怎么都料不到 林霄的攻击 会如此的可怕 一击下来 让他们招架的余地都没有 即便是一般初歼武王 恐怕也就这个实力吧 这一次 他们深深地感受到了林霄的可怕 这一刻 围观的众人皆是金德目瞪口呆 顿了一会儿 才有人惊呼了起来 那是地阶初级异象 神龙异象 传说中的神龙异象 天啊 我刚才感觉到自己好像在面对真龙一般 好可怕 地阶初级异象 这足以与外怨最妖孽的那几个人物披靡 这才是他最强的攻击 实在太可怕了 人群发出了阵阵惊呼之声 每个人脸上都带着无比惊讶的神色 无论是神龙异象还是地阶初级异象 给他们带来的震慑都太大了 怎么可能地阶初级神龙异象 这这这怎么会这样 在人群中 霸虎面色都已经惊傻了 这天赋 要远远超过于他和王龙 唯有淡定一些的就是他旁边的王龙了 他可是亲眼见过林霄的异象 只不过 当初林霄可没有施展这么强大的攻击 若是当初林霄对他施展这样的攻击 后果不堪设想 现在 王龙对林霄是越来越忌惮 瞧得王龙的反应 大虎现在才真正明白过来 当初为何王龙要不打而逃 林霄的真正实力 尽恐怖到如此地步 若是当初对林霄出手 那简直就是找死 在林霄的身后 天门的十数明星加入的弟子也既是傻眼了 说是打上莫蒙 可他们连一根手都没动 整个莫蒙 就被林霄一个人给解决了 现在 他们心底还在暗暗吃惊和庆幸 还好是他们当初踏出了那一步 否则以他们的实力 现在再加入 可能真的就难了 如今 在场的所有人 已然无人敢在轻视林霄 圣元学院内 恐怕能够抗衡林霄的 恐怕也只有那些前十的势力了 如今的莫蒙 也不再是排名二十 二十之后的势力 都要往后挪一挪 即便是林霄自己 也有些出乎望外 他想要一人对抗三十多个莫蒙高手 就是要看看 配合雪龙一向施展出的大天青龙展的威力究竟有多强大 空溃三十数明天舞强者的力量 可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带得灰尘散尽 林霄的目光淡淡的扫向了倒在一旁的莫翼 本来莫翼就被大天青龙斩击伤 致无力再还手 如今又被余波掀翻出了一段距离 此时的莫翼显得更加的狼狈 目光充满了忌惮和怨恨的望着林霄 莫翼满嘴鲜血地艰难出声道 林霄 你会死的 是吗 林霄嘴角掀起了一抹嘲讽的弧度 淡淡地道 说这句话的人很多 不过我现在还好好的活着 我死不死 还是等你能够站起来再说吧 现在还是把你们身上的储物戒都交给出来吧 你 莫翼神色一宁 一口气血闷在了心口 还有 你们莫蒙的人 得全部滚出这里 这个地盘 我们站了 林霄用淡淡的语气补充说道 扑 莫翼终于是忍不住一大口鲜血喷了出来 直接把他们赶出莫蒙的地盘 不过分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极为不和善的男子声音 远远地传了过来 语气当中 带着浓浓的威胁意味 第205章外院顶尖人物 文言 众人差异的目光 纷纷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了过去 林霄的也是回头看去 此时 只见一名身穿青衫 面目英俊的男子不紧不慢地朝着人群走了过来 其身上 至始至终散发着一股强大的气势 林霄的目光微微一凝 因为从这名青衫男子的身上 感受到一股强大的气息 那是 外院势力排名第五的亲盟盟主 纪青衫 除了内院分出的势力 亲盟可谓是纯外院第一的势力了 在三星弟子个人实力排名上 纪青衫排名第五 没想到前五的妖念也出现了 众人发出了振振惊讶的议论之声 亲盟在外院当中名气颇大 在外院排名当中 前四的势力 皆是从内院分出来的势力 纯粹的外院势力 当属亲盟第一 而纪青衫的三星弟子战力排名 已然达到了前五 要知道 在前四的那些内院分势力当中 每个势力可是有着不仅一个三星弟子 能够达到前五 那便是说明 除了内院分势力的四个首领 其余之人 皆在他之下 这足够说明纪青衫的强大 没有理会众人的议论 纪青衫一步不朝着林霄走了过来 见得纪青衫走过来 诺义的脸色也终于是缓和了下来 咳嗽了两声 吐声道 青衫兄 纪青衫在距离林霄树站外方才只下了脚步 目光环视了一眼狼狈的墨翼等人一眼 然后蕴含着威胁的目光 扫向了林霄 道 今日你做的有些过了 和你有关系 林霄神色不变 平静的问道 纪青衫眉头一皱 脸上露出微怒的神色 在圣元学院外院 还没有多少人敢这么跟他说话 旁边的人群也是纷纷惊诧 这纪青衫可不是像墨翼那般 刚刚成为三星弟子 纪青衫的修为 可是到了天舞巅峰 不是一般的天舞九重能够抗衡的 看来 打败了墨翼 让你信心膨胀 觉得圣元学院没什么人了是吧 说着 一股浩大的威压 自纪青衫身上散发而出 向四年八方席卷 最强的威压 集中拢聚向了林霄 林霄感受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压力 纪青衫不愧是圣元学院外院前舞的人物 这股压力 即便是初入舞王 都未必有这个实力 圣元学院 果然是天才如云 纪青衫要发怒了 林霄很强大 不过与纪青衫还差得远 不懂隐忍 只能倒霉了 人群发出了惊异的声音 很多人抱着看戏的态度 有些人感到一抹遗憾 毕竟林霄刚才表现出来的实力 让他们震惊 甚至崇拜 而没想到只过一会儿的时间 便要被人教训了 莫蒙的众人则是露出了兴奋的争鸣 期盼林霄落败的样子 而天门的林虎等十几人 则是面色凝重了起来 若他对林霄出手 他们可不会袖手旁观 今天似乎很热闹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淡淡的声音 从人群中传了出来 紧接着 一道身躯犹如一把刀锋的白衣男子 一步步地朝着人群走了过来 冷王刀翼 见得这道身影 季青衫脸上露出了一抹浓浓的忌惮之色 刀剑蒙芬蒙蒙主 众人的脸上也皆纷纷露出了忌惮的神色 刀剑蒙是内院的大势力 在外院分院当中 同样是仅次于武蒙 院门的第三势力 而刀翼的实力 已然是到了半步武王的地步 在外院三星弟子中 同样排名第三位 而其独特的阴寒冷刀 更是极为的恐怖 即便是排名前两位的妖孽 也不敢轻易招惹 刀翼 此事 与你无关吧 望着步步走近的刀翼 即青山语气不喜地开口道 当然无关 不过 若是林霄小兄弟愿意加入我刀剑蒙的话 那就有关系了 刀翼那略微冷峻的脸上露出了一抹冷笑 旋即目光看向了林霄 问道 林霄小兄弟 我看你剑威十分强大 修剑天赋定然不凡 不如 加入我刀剑蒙如何 众人纷纷一惊 刀剑蒙 这可是在内院也是赫赫有名的势力 里面天才聚集 即便是刀翼这样的妖孽 若等进入内院刀剑蒙的时候 恐怕都只是普通的一员 而刀剑蒙这样的势力 在外院每届仅是招收两三名成员 这些成员每一届无意不是成功进入内院的人选 可以说一旦进入了刀剑蒙 等同于拥有了进入内院的门槛 这是多少外院弟子梦寐以求的事情 只不过能够进入内院势力的 无意不是外院中的佼佼者 少之又少 如今听得到一向林霄伸出了橄榄枝 令得无数人都眼红 即便是林霄脸上也是露出了微微诧异之色 不过刀翼的表情当中 含着他必然会加入刀剑蒙般的神情 倒又让他有些不喜 而季青山的脸色 也当即变得冰冷了下来 当场招揽林霄 明显是在给他巨大的难堪 招他进入你们刀剑蒙 恐怕有些不妥吧 然而就在刀翼刚刚开口之后 又一道不屑的声音 当即响了起来 而紧接着 一道红衣男子在众人的视线当中 缓缓走了过来 其身上散发着一抹不容侵犯的威严 那是五盟盟主段苍生 外院排名第一的人物 五盟无论是在外院还是内院 都排名第一 段苍生是外院的绝顶妖孽 没想到他这样的人物也来了 人群发出了阵阵惊呼 段苍生的名号 在整个外院都是极为的响亮 可谓是外院三星弟子中的龙头 平日里极少出现 这次竟然把这样的人物都招惹出来了 看来这林霄的动静 着实不小 而莫盟受伤的众人见得段苍生出现 个个都在此露出了兴奋之色 虽然平日里 莫义和莫盟的人与段苍生都不熟 五盟也只会略照顾一二 不过毕竟莫九天在内怨五盟的缘故 林霄杀了莫九天的弟弟 那他就不得不出手 段苍生是什么样级别的实力 他们都很清楚 无论如何 恐怕林霄今日都不好过 即便是有刀义护着 恐怕也阻拦不了 乔得段苍生出现 刀义的神色也有着冷了下来 在三星弟子排名当中 他仅是排名第三 而排名第一的段苍生 让他都是极为的忌惮 段苍生 这刀剑蒙招人 似乎也与你们五盟无关吧 刀义也有些不喜地反驳道 你们刀剑蒙招人 是和我们无关 不过 此人 可是杀了莫九天的弟弟 段苍生直言说道 第206章幻蝶 莫九天几次入耳 刀义脸上也露出了一抹凝重之色 莫九天的名号 即便是在内院 也是十分的响亮 若是得罪了他就算是在刀剑蒙内 恐怕也不好过 大家早晚都要进入内门 莫九天的名头 你也不是不清楚 你让莫九天必杀之人进入刀剑蒙 你这个招揽使者 恐怕不会好过吧 段苍生淡淡的反问道 刀义的脸色越发难看 不过 即便他的排名及势力排名都不如对方 但刀剑蒙同样也是内院前三的大势力 既然已经开口 可不能落了刀剑蒙的面子 即使是不得已与段苍生出手 他同样也有着自己的底牌 没有回应段苍生的话 刀义有些难看的目光望向了林霄 道 还是那句话 林霄 只要你加入我刀剑蒙 便是刀剑蒙的成员 我刀剑蒙会护你 段苍生脸上露出了微怒之色 没等林霄开口便插话道 就是不知道 你们刀剑蒙 能不能护住他 众人纷纷吃惊 没想到为了林霄 刀义会不顾段苍生的面子 若是两人打起来 要称为外院内最精彩的战斗也不为过 常念 出现了短暂僵持 然而正在这个时候 出现一道阴阴的女子笑声 呵呵 若是一个人独对断胸 我们当然不是断胸的对手 听到这轻柔的声音 人群又是一惊 纷纷转身望去 只见一道两名身穿越袍的女子 朝着人群恶挪走了过来 犹如鹤里基群一般 两人皆是亭亭亦立 姿色非凡 那是月门幻蝶 云莲 两人实力都十分可怕 尤其是门主幻蝶 万数举世无双 一眼杀人 在外院当中排名第二 这两人 可是十分的可怕啊 听得众人的声音 林霄也有些差异的 看向了这两名女子 一名十七八年纪 羞为便是在天舞九重 身上气息不凡 而另一名 双十年华 容貌更盛 那凹凸挺翘的 婀娜身躯上 泛着一股十分诱人的魅力 令林霄的目光都快一步开来 而其身上 没有任何气息 不过 却令林霄有一种感觉 此女子绝非寻常家人 而是一个极度危险的人物 同样 她也扫了一下众人的反应 便可以察觉出 围观的弟子当中 没有一人是目露爱慕 或者有意图的目光的 反而个个都挂着 十分忌惮的神色 此人 很可怕 林霄心中暗道 这名女子绝不会是 表面上看来这么简单 想必手段也不寻常 否则这般姿色的美人 不可能没人垂涎 见得换蝶的面旁 断苍生神色都不由微微动了一下 眼前这位看似柔弱的美人 可不是什么善茶 林霄弟弟 不如加入我们院门如何 若是加入我们院门 我想断兄应该不会欺负我们两个弱女子吧 灌蝶柔弱的目光望了望林霄 又望了望断苍生 甜甜的笑道 略耳的声音 让林霄都不由愣了愣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她是个弱女子 不过若真的把她当成弱女子 那就太天真了 若是别人 我可以不管 不过 她不行 断苍生神色微微易冷 语气有些强硬的说道 她知道幻蝶强大 不过 既然她被人排名在外院第一 自然也有她自信的底牌 即便是面对幻蝶和云莲两名三星弟子 也是无惧 别说林霄杀了莫九天 就算林霄没过错 为了武蒙的面子 她同样不会放任林霄出去 哎哟 断兄可是凶得很呢 幻蝶可怜兮兮地轻敏了一声 而后祈求的目光看向了刀意 开口道 刀兄 看来我们是小被人欺压 不如我们相互照顾一下 无论小兄弟是加入刀剑盟还是阅门 我们都联合反对阻拦小兄弟的人好不好 不 文言 刀意脸上露出了一抹笑意 那倒是可以 旁边 断苍生的神色顿时冷了下来 两人的话语很明显 若是林霄加入两方势力 他若是动手 两人便会联合阻拦 这等于便是说 刀剑盟和阅门要联合给他们武蒙难看 平日里 武蒙便是压两个势力一头 两个势力便有联手对抗他的意向 两人的实力 都是十分的恐怖 若是两人联手 恐怕他也讨不到什么好处 这让他十分的头疼 同时让他心底又有些愤怒 此刻两人竟然当着所有人的面 风轻云淡的说了出来 不过 他也不是鲁莽之辈 若真与两人出手 那可不是什么明智的行为 呵呵 真是不知道 这小子有什么本事 让你们不惜得罪我武蒙 也要拉拢他 段苍生发出了一声冷笑 就是不知道 你们要拉拢的天才 会选择加入哪个势力 段苍生嘲讽的笑意 望向了林霄 虽然两人有联盟的倾向 不过 若是林霄选择了其中一个势力 那另一个人定然是不喜 到时候自己强行出手 后者愿不愿意出手 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毕竟 他可不是什么泛泛之辈 呵呵 灌蝶盈盈的笑了笑 诱惑的美眸望了一眼刀意 道 刀兄可要信守承诺哦 那是自然 反倒是院门 可不要违背了便是 刀意抱起了双手 脸上露着无比的自信 小女子说过的话 可不会不算数呢 幻蝶笑望向了林霄 道 林霄小弟弟 我们院门在整个内院 都排名第二 里面超级天才无数 你得罪了莫九天 只有我们院门能庇护你 不如来陪姐姐 加入我院门如何 幻蝶眨巴啄眼睛 如深渊般的双瞳 泛出了摄人的精神波动 望着幻蝶的双目 林霄仿佛一下子 陷入了万丈深渊一般 精神有些恍惚起来 苛苛 幻门主可不能对他施展幻术哦 刀意的声音 打断了那股精神波动 让得林霄从幻神中回过神来 好可怕的幻术 林霄心底一惊 幻蝶还没有真正施展幻术呢 就让他有些精神恍惚 若是真正施展出其最强攻击 难以想象那幻术会有多恐怖 第207章开山立派 林霄 我刀剑蒙在内院 排名第三 里面强者无数 同样可以庇护你 即便墨九天在妖孽 也不可能拉着五盟与我们刀剑蒙完全对立 刀剑蒙两位首领 刀法剑术绝世无双 刀街刀剑武技无数 最合适你的天赋 刀意很镇定地对着林霄说道 若不是有月门跟他抢 绝不会跟林霄说这么多 只需爆出刀剑蒙的名头便足矣 当然 他看中林霄 自然也是因为林霄的递接出极意象的缘故 林霄加入刀剑蒙 或许有些用处 尤其在三个月后的历练 多一个不弱的人手自然有不小的用处 此时 所有人的目光 都是紧盯着林霄 两个内院大势力同时邀请 这可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他们也很好奇 林霄最终会选择哪个势力 多谢两位如此高看我 林霄平静的语气淡淡地道 不过 我懒散惯了 习惯不了你们大势力的束缚 所以 要让两位失望了 什么 他竟然都拒绝了 众人纷纷吃惊 这个答案 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加入内院顶尖势力 那可是无数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林霄竟然两个都拒绝 他脑子没抽风吧 不仅没加入两大势力不说 反而还会得罪两大势力 他绝对是疯了 一道道难以置信的声音传出 所有人都不可思议的看着林霄 哦 有意思 段苍生脸上露出了有趣的神色 抱起双臂望着刀意和幻蝶的神色 嘴角掀起了一抹嘲讽弧度 小弟弟 你可要想好咯 若选择不好 后果可是很严重的哦 幻蝶对着林霄笑盈盈地道 从语气当中 找不到任何威胁的意思 不过 任谁都清楚 幻蝶的话是什么意思 没错 内院前三势力 可不是谁想进就能进的 我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 刀意也随即说到 声音当中带着一抹威胁的口吻 林霄心底觉得有些好笑 这些人 把自己面子放得太大了吧 他不加入 就要威胁 不过 他可从来都去任何威胁 两位的好意我心领了 林霄看了看两人 道不过 今日我来此地 早便有了打算 说着林霄回顾了一眼天门的弟子 紧接着目光环视了一眼在场的众人 朗声开口道 各位 今日 我林霄来此 是要开山立派 名号 天门 声音铿锵有力 洪亮震耳 开山立派 名号天门几字更是如同雷鸣一般 在众人的耳中嗡嗡作响 所有人都震惊当场 当着所有人的面 当着前几大势力的面 林霄竟然拒绝了两大势力的邀请 然后自己创立了一个势力 他脑子不会是进水了吧 这一刻 几乎所有人都是这么认为 段苍生 幻蝶以及刀义也是惊愣当场 林霄的话 转得太突然 让他们都有些反应不过来 在场的天门众人也是愣住了 他们知道打上莫蒙 是他创世示威 不过显然没想到 在几大势力出现后 还这么干 要知道 一个自创的外院势力 远远比不上内院势力 尤其是前头的势力 这种机会任谁选择 都会选择内院 可林霄的做法 远远出乎了他们的预料 当然 有这种想法的人当中 除胡越外 唯有胡越最了解林霄 是什么样的人 连蓝蓝帝国两大势力都硬闯 林霄绝不可能向任何人低头 拒绝内院两大势力的邀请 自立门派 他不会是疯了吧 疯了 他真的疯了 在回国神来之后 众人忍不住发出了阵阵难以置信的声音 这太让人难理解了 我身后的这些人 就是我天门的第一批弟子 林霄指了指后方的胡越林虎等十七人 又接着说道 众人又一惊 原来他们早就组好了势力 跑来这里示威 不过现在示威 似乎晚了些吧 真太娘的 太霸气了 门主 我挺你 林虎忍不住骂了一句 挺立的喊道 其他人面面相去了一眼之后 也抱拳喊了一声 门主 林霄满意地点了点头 在外院前几人面前没有退缩 这也让他十分欣慰了 不过 一声过后 现场又陷入了安静 所有人都知道 接下来可能要发生什么了 哈哈哈哈 这个时候 段苍生第一个大笑了起来 望着幻蝶和刀一两人笑道 幻蝶姑娘 刀兄 看来 这个新弟子 很不给你们面子啊 那神色 那语气 要多讽刺有多讽刺 刀一和幻蝶两人脸上也是十分的难看 不过幻蝶的神色只是一顿 便很快就露出了盈盈的笑容 脚地地的选择 可真是让人很失望哦 幻蝶轻叹了一口气说道 哼 真是白痴 旁边的云莲 则是发出了一阵冷哼 像看傻子一样的目光扫了林霄一眼 无视我刀剑蒙的人 我都不会让他站着 不过若真是对你出手 那也显得我们刀剑蒙太没赌量了 刀翼的神色也是缓和了下来 不过难以完全掩饰住那一抹冷意 今日 就放过你一马 他们也都知道 是他们想要从段苍生手中抢走林霄 向其伸出橄榄枝 结果他们的面子被林霄狠狠数落了一把 不过 终于是段苍生要出手对付林霄 他们便不用再落下一大气小的名头 还成全了段苍生 哈哈 你们两个是越来越没魄力了 被一个新弟子如此无视 你们都能忍 我倒是忍不了 段苍生嘲讽地笑了一声 身上恐怖的威压浩荡而出 笼罩向了林霄 而后他一步跨出很幸运 要留着你的小命去给墨九天 不过在此之前 你还是在床上躺着吧 段苍生要出手了 众人神色纷纷一动 段苍生出手 恐怕林霄在其手上连一招都过不了 林霄也感受到了一股浓重的压力 段苍生的气息十分可怕 其实力恐怕不只是半步武王那么简单 谁要现在对他出手 就先过了我这关 然而就当这个时候 一道冷森的声音 远远地传了过来 众人纷纷一惊 这个时候 竟然还有人敢阻拦断苍生 林霄也是一阵诧异 好奇的目光 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 第208章修罗屠夫 此时 只见一名身穿黑衣的青年 朝着人群走了过来 挂着一条长长的疤痕 目光迥异 面旁凶神恶煞 整个人身上 散发着一股浓浓的煞气 走路的脚步 都是十分的沉重而孤寂 无形当中 让人仿佛嗅到了一股危险的气味 丘罗屠夫 见得这道身影 人群皆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而后纷纷让出一条道来 在他走近之时 几乎都不敢直视他的目光 是他 林霄也是吃了一惊 此人他一入门时候就见过 那便是在登记店看到的那名凶神恶煞的危险男子 没想到这个时候 他竟然会出现 而且 似乎还在为自己说话 此时 段苍生 幻蝶 刀意 季青山等人脸上也纷纷露出了凝重和浓浓的忌惮之色 他怎么来这里了 段苍生有些不解 面对此人 他也感到了极大的压力 不过毕竟是五盟的人 就算在忌惮 可不能什么话都不说了 丘罗屠夫 此事 与你无关吧 忌惮的望着男子 段苍生率先开口道 无关 但 我就是要出手 如果你要动他的话 凶神恶煞的男子语气冷森的说道 对外院排名第一的段苍生如此 长面 相当的霸气 林霄胡月等人也是这么觉得 不过 在众人看来 那是十分的正常 因为他们都知道此人是谁 修罗屠夫 赫赫有名的人物 虽然很少出手 虽然没有在排名榜单上 但所有人都清楚 其十分的恐怖 曾经有个强大的外院势力和修罗屠夫发生冲突 里面还有两名三星弟子 总共数十名强者 不过 当时仅仅是一招 这个势力的全部弟子便被修罗屠夫全部抹杀 这个势力 瞬间在外院内抹除 一招震动整个学院 名副其实的屠夫 修罗 而违反学院规矩被长老问责之时 修罗屠夫只是回答了一句 这是我最弱的一招举院震惊 最终 连副院长都惊动 而后给了修罗屠夫一次特赦令 从轻处罚 这也是副院长多年来唯一亲自颁的特赦令 自此 修罗屠夫名声鹤起 震动学院 整个学院在没有敢再惹这号人物 若凭实力 修罗屠夫的名头恐怕都能列到前卫 只是 修罗屠夫很少出手 也没有具体的排名 最主要的一点是 修罗屠夫本人不想听到外院那幼稚的排名 所以便没有在外院排名榜单上列入修罗屠夫的名字 不过 每当有人遇到修罗屠夫的时候 都会躲得远远的 谁知道这个煞气什么时候会发怒 万一一招下来 就得毕命当场 谁都不会为他们主持公道 就算是排名第一的段苍生 也不敢轻易得罪 这样的危险人物 他也不想招惹 此时 乔得修罗屠夫为林霄说话 段苍生脸上肌肉都不由冲动了一下 他实在摸不准修罗屠夫的最终实力 不过 就算能够战胜修罗屠夫 恐怕也只会惨胜 还有三个月进行内院名额历练 现在与修罗屠夫对上 很不明智 武蒙是圣元学院弟子第一势力 也不怕日后收拾不了修罗屠夫 哼 小子 算你走运 段苍生最终还是选择了退避 冰冷的目光看向了林霄 冷声道 不过 你不可能一直这么走运 三个月后的杀戮历练 我看你怎么正常的走出来 说吧 段苍生一甩手 匆匆离去 众人心底在吃惊 修罗屠夫果然是个猛人 就连排名第一的段苍生 最终都选择了退让 对于段苍生的离去 修罗屠夫似乎没什么感觉 他的目光 旋即看向了幻蝶和刀一几人 几人皆是微微抽了一下嘴角 修罗屠夫的目光 太锋利了 仿佛是一名杀神一般 此时就算是幻蝶也不敢在修罗屠夫面前撒娇 这种好像没有人性的杀神 他那一套伪装显然不管用 搞不好还会激怒对方 连段苍生都退避了 现在就和修罗屠夫对上 可不是什么好事 全集 幻蝶一开目光 看向了林霄 道 小弟弟 历练可是要小心点哦 姐姐可是很记仇的哦 说吧 暗示了云蝶一眼 两人便转身离去 呵呵 修罗兄的面子 我也不敢不给 道义也不自然的笑了笑 对着林霄说道 不过 我也送给林霄师弟一句话 杀戮历练 可要小心了 多谢师兄师姐提醒了 不过 有一点我也要说明一下 若是有人专门找我麻烦 我也不会手下留情的 林霄回应了一声 他自然知道 这些话都是威胁 这倒好了 一下子 得罪了三个势力 不过 他也不是什么善查 若是有人找他麻烦 他也绝不手软 闻言 道义和幻蝶云连三人脚下 皆是顿了顿 心底冷亨林霄不自量力 道义嘴角更是泛起了 一抹嘲讽的冷笑 拳击 三人大步离去 见得几人离去 后方的季青山也冷视了林霄一眼 便自动退了出去 此时 除了场外围观的众人 场中便只剩下了林霄和修罗屠夫 多谢相助 不过 不知为何 要帮我 林霄望向修罗屠夫 不解的问道 因为你是我未来唯一的对手 值得我为你出一次手 希望到时候你不会太让我失望 修罗屠夫只是简单的回答了一句 然后转身 大步离开 留得林霄以及在场的众人惊愣在了原地 为了给自己留一个对手 就帮他 这理由也太奇葩了吧 不过听他的语气 似乎不把段苍生当成对手 真是一个怪人 望着修罗屠夫离去的沉重步子 林霄忍不住感叹道 沉吟了一会儿 他转身看向了天门的弟子 开口道 现有的天门弟子听命 去把莫蒙所有人身上的雷金全部取走 林霄明亮的声音 在众人各种惊愣当中响了起来 莫一一口鲜血在此时喷出 晕倒了过去 莫蒙的众人此时也是说不出的绝望和愤怒 而天门的十七名弟子 包括胡悦和林虎在内 皆是兴奋奔向了莫蒙的弟子 众人纷纷叹息 莫蒙这一次算是栽在了这些人手中 第209章圣元学院藏书阁 在扫荡了莫蒙之后 天门的收获也颇为的丰富 整个莫蒙三十多人 总共都有五千多枚雷金 这财产恐怕是莫蒙这几年来的收藏了 最多的当属莫义等莫义清醒过来 恐怕晦气的再次吐血 收了莫蒙的财产之后 先前王龙等人那些的收藏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最终 林霄将一千枚雷金平分给了胡悦和林虎两人 随即又将一千枚雷金分给了入门的令十七人 自己留了三千雷金 毕竟 他如今已是三星弟子 把莫义的三星弟子徽章都抢了过来 最后的三个月 他准备进入雷七塔第二第三层 所需要的雷金颇多 而三个月后的杀戮历练 段苍生以及修罗屠夫等人的威胁 也给了他不小的压力 这段时间 他必须尽快把修为提上来 当然 今日一过 想必林霄的威名 很快就要在外院内传开 天门的名声 想必也会随之大涨 怒鸣而来的弟子 恐怕会有不少 这就是立威带来的效果 当然 来找麻烦的人 过段时间恐怕也少不了 不过 这种事情 兵来将党水来涂眼 一些繁杂琐事 都让胡悦和林虎来处理 林霄道也没太多在意 林霄首先要做的事情 便是选择一套剑法 功法五级吞天灵地的记忆 虽倒是不少 不过强大的剑法却是极少 大天青龙斩 仅是一招五级 要说上用剑 也算不上 而且大天青龙斩也是极为的消耗原力 不可能连续施展 因此他现在很缺一套剑法五级 以剑攻击 恰当的时候施展大天青龙斩底牌 那杀伤力才能达到效果 故此 次日 林霄便前往了圣元学院中心区域 藏书阁 为长老曾经所言 三星弟子 可进入藏书阁第三层挑选武技 圣元学院的藏书阁三层应该有可以用的剑法 当然 此次前往藏书阁的 还有胡越和林虎 两人收取了墨昌和墨玄的徽章 也能够进入藏书阁第二层 戴德走到藏书阁门口时 只见的一个花发老头 坐在其中 老人一身朴素灰衣 双目平淡无奇 身上没有任何气息 仿佛就是普通的老者一般 没有一点强者的气质 不过 林霄自然明白 藏书阁是一个学院最核心的地方 不可能让一个普通人来守 这种地方 往往就是学院的顶尖高手 前辈 我们想进入藏书阁 林霄避躬避禁地开口道 听得林霄的话 花发老者才将目光从手中的骨卷上收回 懒洋洋的抬起头 上下打亮了林霄三人一番 或是乔德林霄身上的三星徽章 眼中微微露出一抹差异的目光 十七年纪 三星弟子 看来就是昨日闹得沸沸洋洋的新弟子了吧 不敢当 这都是虚名罢了 林霄谦虚地道 也不用谦虚 你们三个都上三楼挑选武技吧 说着花发老者淡淡的说了一声 旋即继续翻阅手中的古卷 文言 胡悦和林虎一阵欣喜 二星弟子便能够进入三层藏书阁 这绝对是其他弟子没有的待遇 当然 他们也皆知道是林霄缘故 多谢前辈 林霄行了行礼 向前走出 胡悦和林虎也道谢一声 旋即感激地看向了林霄 如果没遇到林霄 恐怕自己还是连龙虎门都进不了的底层弟子 身上带着二星弟子和三星弟子徽章 林霄三人走到楼阁中央向二楼走去之时 一楼内挑选武技的弟子纷纷发出了惊叹之声 林霄在外院内可谓是一大名人了 拜得林霄三人朝着三楼走去之时 二楼的弟子脸上露着诧异和鄙夷之色 林霄身上带着三星徽章 走上三楼就算了 可旁边的两人 仅是二星弟子 也想上三楼 二星弟子就想上第三层藏书阁 他们脑子没烧坏吧 难道他们以为 没人守在那里就可以随意进出了吗 亲来的就是亲来的 这点规矩都不懂 等着吧 不出武西 就会被恐怖的威压轰下来 一群指指点点 纷纷来了兴趣 看起戏来 不过 当武西过后 他们想要看到的场景并没有发生 一群人微微愣了一下 觉得是不是几人走得慢 还没走到三层门口 不过 在过武西 十数西 数十西之后 两人仍旧是没有被轰下来 第二层藏书阁的弟子 皆是脸色变得越来越吃惊 没搞错吧 竟然没被轰下来 怎么可能 上次我还亲眼见到有个借三星徽章冒用的弟子被轰下来的 他们明目张胆的带着二星徽章走上去 怎么会没事 难道是首格长老睡着了不成 一群人纷纷不解 目瞪口呆望着楼梯方向 藏书阁是最严厉的地方 非拥有三星弟子 实力的弟子带着三星徽章 都不能进入第三层 可仅是二星弟子的两人都上去 这种情况 他们还从来没听说过 甚至他们都在怀疑首格长老是不是睡着了 不过 却没有敢去世 他们可不相信那身不可测的首格长老会不知晓 真是见鬼 有人难以置信的探到 林霄三人自然不会去理会下方那些人的看法 在进入第三层藏书阁后 定目望去 只见的几个整理的古朴书柜 齐齐摆放 其上面的5G预检 一眼望穿 想来这里都是高级一些的5G 数量相对较少 各自选一套吧 林霄低叹一声 大步向前方的一套5G预检走出 林虎和胡悦两人也是兴奋地动手 云浪剑绝 地阶初级5G 剑如行云 云浪积天 金焰刀 地阶初级5G 刀生金焰 极弱金蛇 崔燕掌 地阶初级5G 视若排山倒海 查阅一部分欲检 林霄暗暗摇了摇头 这些5G 也算得上强大 不过在品阶上 大都是地阶初级5G 对拥有天阶5G的他来说 还是太差了 若是别人知晓林霄此时的想法 恐怕会破骂一顿 这可是三层藏书阁 外院内摆放着的最高阶5G 多少人想要得到都等不及 他却是嫌弃 时间不知觉流逝 林霄全新投入查阅5G 已然有半个时辰 而胡悦和林胡 已然找好了自己的5G 见林霄如此投入 便没有打扰 不过 却让两人备受打击 因为在林霄翻阅一套5G之后 便会摇摇头 一副很失望的样子 这可是地阶初级5G 整个藏书阁第三层的5G 都被他翻了个遍 他竟然还不满意 表现出如此不屑一顾般的表情 嗯 在林霄看到一套剑爵的时候 目光微微亮了起来 稀奇地将这套5G翻阅起来 第210章雷霆剑爵 这套剑爵 名为雷霆剑爵 为地阶中级5G 与天阶5G自然差得远 不过 却是极为的特殊 雷霆剑爵 剑修雷霆 积出至强至暴的雷霆之力 威力十分强大 绝剑积出 犹如天降神雷 能直接将人的身体脆积成虚无 不过 雷霆剑爵的要求也是极高 要拥有雷属性体质 或者丹田异象 方能修炼 林霄西记的心一下子就泄了气 这剑爵 要求也太高了 需要如此特殊的体质 整个圣元学院恐怕都没有一名弟子能够修炼吧 遗憾地摇了摇头 正当林霄要放下预检的时候 下方的一行介绍 让得林霄目光又大亮了起来 雷霆剑爵 还有另一种方法可以修炼 那便是以雷气当元气修炼 不断将雷气引入丹田 凝聚出雷源 将丹田修炼成雷霆丹田 便能够修炼雷霆剑爵 其难度比拥有雷属性体质或者丹田一向难上十倍 在介绍的最后一行还批注上 睡修二字 就塌了 林霄最终选定了雷霆剑爵 清洗地转过身 发现胡悦和林胡已然等候多时 再不选好 我们就要走了 胡悦低骂道 不好意思 忘了时间了 林霄尴尬的笑了笑 走吧 再走到门口 让首格长老登记之时 林霄有些诧异的发现 那老者似乎知道他们选择了什么武技 或者觉得这些武技太过平凡了一般 眼神中根本不起什么波澜 只是懒洋洋的登记了一遍 而后便回到椅子上翻越古卷了 带得林霄离开后 两个老者悄然出现在了首格老者的身旁 其中一名肃穆庄严的蓝袍老者 若林霄在场便会发现 此人正是那名首雷七塔的雷长老 而一人便是登记殿那名猥琐的魏长老 没想到 他竟然自己选择了那套武技 望着门外 雷长老十分诧异地道 我早就说过这小子不错吧 地基初级神龙异象 无论是意志还是战力 都比其他小家伙要强很多 魏长老笑咪咪地道 雷老 这雷霆剑爵 你已经十多年没有拿出来给外院弟子了吧 花发老者从长椅上缓缓站起 说道 雷长老点了点头 这雷霆剑爵 要求太高 更何况他没有先天天赋 修炼成功的几率极低 副院长 我们可不能抱太高的期待啊 有希望总没有希望好吧 玄域之战就要开启了 得有人会这套武器啊 花发老者俯着胡子长叹道 不过 还等得他成为内院弟子再说吧 嘿嘿 我倒是很看好这小子 魏长老则是笑咪咪地说道 脸上露着实俗的信心 林霄自然是不知道几名老者在背后关注 回到龙虎门据点 便开始钻研了起来 一看便是三日 第三日晨时 外面嘈杂的声音 方才将他吵醒 林霄剑严习得也差不多 便把预见收了起来 这武器 需要边修炼边摸索才行 可不是光看就能够修炼出来的 而要修炼雷霆剑决 就必须要到雷气塔修炼 以雷气修炼 也正是因为拥有雷气塔这样的条件 林霄方才敢选择修炼这套武器 否则要到天然的雷霆之地 恐怕他要找多久都不知道 就算找到 十分八九也会被雷劈死 缓缓地走出房间 此时 林霄元远地便见到 有一批人马 正站在林虎等人对面 王龙 想要见我们老大 先过了我这关再说 林虎指着王龙骂道 一股霸道的气息 弥漫而出 没错 我们老大 可不是谁想见就见的 林虎的旁边 一名弟子附和道 有林霄坐后盾 天门的弟子 各个都是底气十足 林虎 就凭你现在 还不是我的对手 不过 我不想跟你动手 我要见林霄 站在林虎对面的 正是王龙等人 此时 王龙并没有一丝动手的意思 旁边的霸虎 更是无心对林虎出手 对于林虎 他已是不敌 哼 是不是 动手了不就知道了 林虎身上 狂暴的气息息协捡而出 林霄 就在这时 见得林霄走来 王龙连忙喊了一声 让德林虎连忙停止了下来 没见王龙有出手的意思 林虎便回头望了望 瞧德林霄的身影 身上狂暴的气息停止了下来 老大 这王龙想上来找茬 林虎含怒说声道 不不不 王龙摇了摇头 铺有诚意地道 林霄 之前 是我们不对 不过 你们也占据了我们的地盘 拿了我们的东西 我希望 我们之间的恩怨 就此勾销 就这个事情 林霄不打反问道 我们 王龙通悟地 伴西跪地 拱手道 我们想加入天门 见状 霸虎与龙虎们等十数人 纷纷伴西跪地 同声祈祷 我们想加入天门 见状 林虎及天门的一群弟子 都纷纷愣了下来 王龙找上山来 原来是想要加入天门 而不是来找麻烦的 林霄也是微微愣了一下 像王龙霸虎这样高傲的人 竟然甘愿拜人为首 不过看样子 似乎也没有其他目的的表情 我们可是对你们动过手的 你们确定没搞错 林霄愣然反问道 正因为出过手 才真正知道你的强大 说实话 我们看重的是你的天赋 将来定然能够站在武道的高处 跟着你 我们也能走更远 王龙耿直地说道 乔德王龙一脸坦然的表情 林霄这下可以确认 王龙的意图 脸上露出了一抹笑意 之前出手 我们也有不对的地方 圣元学院内你争我夺 有冲突也算正常 既然如此 你们就加入我们天门吧 不过 天门由林虎和胡越达理 你们必须要服从他们才行 文言 王龙等人纷纷露出了喜色 道 是 老大 满意地点了点头 林霄将王龙那美储物借扔给了王龙 这让得王龙一阵欣喜 对林霄越发赞赏 目光也显得越发真诚 多谢老大 王龙高兴地道 有这样的老大 想必日后他们也不会吃亏 林霄只是淡淡地点了点头 这王龙的实力不弱 逃命本事更是连他都奈何不得 天门能收这么一个天才 也能壮大不小实力 当然霸虎的实力也算是可以 除了他和胡越灵虎 王龙和霸虎在天门弟子中 无论实力和天赋 也算是顶尖了 收编了龙虎门的弟子 天门实力壮大了一半 不过 想要在圣元学院排到前面 对抗前面的势力 还远不够 天门的势力 还需要再扩大 在他拿莫蒙利威夷 有了数日 恐怕要败入天门的人 已经要陆陆续续前来了 此事 林霄便交给了林虎几人 随即 便前往了雷气塔 对于雷霆见诀 他有些迫不及待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